這件事情在桃園真的也引發了軒然大波嗎 而且這個案子剛剛講的 這個案子是在很多案子裡面 罪不起眼的案子 結果沒有想到這個罪不起眼的案子裡面 已經收證了這麼完整 那不但收證完整 一個死戰突然在兩個月內敗部復活 而且積極偵辦 這個最奇怪的地方 就是基本上發生的時間是106到107年 那現在根據揭露的消息 他可以這麼清楚 其實就已經證明 檢調在107年左右就已經掌握所有的 市證跟金流了嘛 也就是說你什麼時候這個收的錢 什麼時候退回去 還有這案件的進度 包含監聽議員 其實早就都收證完畢了 那麼檢調在收證完畢之後 只有什麼時候收網而已嘛 因為抓大咖在收網嘛 那為什麼這七年沒辦法收網 很顯然有人撐保護傘嘛 那為什麼要撐保護傘 你回想一下前幾年 民進黨在北部的重要執政地盤是哪裡 就桃園 只剩桃園嘛 萬一桃園市長那是不是 那不是血流成和嗎 不是蔡英文滿臉豆花嗎 那是不是就有了成和一個保護傘的理由 有些人個性不一樣啊 為什麼現在好像保護傘不見了 有人講的不可能是賴清德 賴清德如果把這個政文才弄了 不是證明民進黨是一個貪腐的政黨嗎 那如果對民進黨是一個貪腐的政黨 那形象上不是很差嗎 賴清德要怎麼走出蔡英文的陰影嘛 蔡英文這八年剛好趕上了 也是什麼票大漲 亂七八糟 抗中保台 一副聲望無我的樣子 你賴清德中間又搞政變 政變又失敗 板凳坐三分之一 好不容易拿他這個位子 請問你怎麼跟他做差別 你當然是在關鍵的地方做差別嘛 什麼是關鍵的地方 剛剛龍介先講得非常好啊 賴清德個性跟蔡英文是截然不同的啊 他是很有是非的一個人啊 該查該辦他就要辦啊 要把前朝留給他的壞帳算乾淨啊 壞帳 要不然這些東西背在他身上 後面一件一件爆發出來的時候 誰負責 變賴清德要負責嘛 所以他乾脆提早就給他壯士斷碗 就給他止血 所以本來保護傘不見了 檢調剛好就收網了 那收網之後 後面的事情還很多 我之所以講賴清德的個性跟蔡英文很不一樣 桃園不是只有這華雅客的案子啊 有一大堆土地開發的案子 而且發生的時候是什麼時候 都是賴清德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最大的桃園的開發案子叫做桃園航空城 那個時候桃園市政府很積極在推動 鄭文燦很積極在推動 可是為什麼進度有限啊 因為行政院不同意啊 行政院院長那時候是誰 賴清德 安京總統賴清德 所以這件事情 所以剛剛講的華雅客這個案子 我的這個所謂的市政府已經通過了 送到中央被 內政部打槍啊 那就是賴清德的時候嗎 對啊 那很多案子是這樣 難道賴清德會不知道這背後有多大的利益嗎 會發生多少的事情嗎 知道嘛 現在一個小的案子 雖然案子小小的 但是那難道不是春江水暖壓先知嗎 他難道不是一個信號嗎 後面桃園還有很多千絲萬縷的案子 難道後面還沒有未爆彈嗎 好 那剛剛講的 你在這個時候把正文燦給寄出來 然後你只弄一個正文燦嗎 還是有人講說 接下來整個台灣政壇會腥瘋瘋瘋 賴清德的個性是絕對不害怕腥瘋瘋瘋的嘛 因為他現在就已經是雙掃總統了 他已經沒有什麼好輸了 所以鬥雞性格跑出來了 但是我是覺得他黨內的風暴 不會就這樣停下來啦 他自己是搞過政變的人嘛 2019年要跳出來挑戰總統連任對不對 那當然沒有成功 你覺得他曾經有這樣的失敗經驗 他難道不會防著黨內其他人比照辦理嗎 會防著 所以當然嘛 你派系什麼不歸順 他都說沒有派系啊 沒有派系的問題 當然是要做一個唯我獨尊的總統嘛 你這些人不忘風歸降啊 後面處理的方式多的是 所以派系 這件事情真的有這麼多眉角在裡面 看起來是有啦 我們想說國民黨現在的立委吳宗憲 當初就是辦鄭文燦案子 辦到完全在檢查系統 活不下去才去新北做法治局長嘛 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就是碰到了 鄭文燦案子就是不能動嘛 這個案子剛剛已經講了嘛 七年前的案子 檢查什麼時候什麼東西都有 對不對 就是一個死案 突然賴清德上來就活了 對不對 檢查官這幾年民黨在檢調系統裡面 洗了這麼多次 這個事情賴清德不知道嗎 檢查官提了四次搜索 對不對 賴清德不知道檢調要動這個案子嗎 是我給你動的嘛 對不對 他一定早就知道嘛 我再講 我不覺得鄭文燦其他案子會出事 我先講 我先講 剛剛講的 委員講的桃園航空城 桃園航空城辦下去要死多少人啊 所以是找一個傷害最小的案子辦 找一個打擊最小的 收了500會還回去了 對不對 民進黨其他完全都沒有傷啊 只有死到一個鄭文燦啊 北流這幾年 所以這個是選好的 精心挑選 挑一個打擊面最小的嘛 不然鄭文燦在兩年這麼年後 他隨便案子辦下去都私人遍野啦 對不對 只有這個案子辦下去 就是鄭文燦 別人都沒有事 可是你鄭文燦 你說收了500會還了500萬 那一般民眾講說 錢也沒到口袋裡 對民進黨本身的傷害也最小 但是法律上面吃你吃得死死的 對不對 你這個法律吃得死死 你鄭文燦這個案子貼上去之後 你所有你將來原本 原本你可能大家覺得 你是跟賴清德有競爭關係 將來賴清德 那歲時你有可能復再起的 通通都沒有機會 什麼賴清德名叫不管跌到多低 隔盔也沒有你的 要去選舉要去幹嘛 2028 通通都沒有你的 這一次就把你一路殺死 在這個週末的時候 所有人都嚇壞了 因為禮拜六一早打開報紙 或者打開訊息 才發現 怎麼搞的 鄭文燦被整個升押 他要被收押境界 鄭文燦發生什麼事 搞了半天是一個 2017年的舊案 一個華雅科的一個案子 他當時被認為他收受了賄賂 但是他第二年居然退回去了 我覺得這一次案怪的是 這中間有監聽的一文 這中間有照片 可是這個案子居然實成大海 實成大海之後 居然到今年的五月 全部徹底地活了過來 對 我們先來講 鄭文燦被誰辦 被桃園地檢署辦 這是我們看到這新聞裡面 大家最害怕的一件事情 為什麼 你想想看 他是前市長 他是前兩任的市長 他在地檢署裡面 提拔多少的人才 你在你自己的家裡面 你在桃園地檢署 敢辦你的前市長 那是他的地盤 你的地盤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在你家的客廳 踹開你的門 進去給你勝出一杯 然後把你帶走 你想想看 之前雲林有個議長 辦雲林議長誰來辦 新北地檢署 你都不可能讓雲林地檢署 來辦雲林的議長 你會走漏風聲 第一個會走漏風聲 第二個是你這個八年以來 你提拔了多少人 你在裡面做了多少工作 你竟然被自己家的地檢署 給辦了 因為桃園最近來講 他的房價 他的地價 他很多的案子 非常非常多 很多的風聲 沒有想到 竟然是一個罪不起眼的 一個華雅科的一個案子 那個案子簡單來講 就是一個土地重劃 因為大家需要工廠 所以把很多地弄一弄弄一弄 市政府來弄 結果有一群人 他們就在旁邊 他們有一塊農地 我有9.5公頃 我可不可以給你挖一下 你想想看 我想起進來 對 共同開發 沒錯 我如果共同開發 我就從農地 變成工業用地 沒錯 那就是一個清水變雞湯 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講 其實難度並不高 你先想看 你本來就是缺地 你本來就是要重新繪花 如果你現在多一塊9.5公頃 你是更方正 你是更不錯 所以過去來講 大家對這件事情 其實沒有太多的疑慮 你說這個案子從來不會受到注意的 對 結果沒有想到 鄭文燦竟然是在自己家的地檢署被查辦 然後查辦下去之後 大家就等事情的發展 最後是500萬元交保 500萬元交保的時候 其實大家嚇到的見證是什麼 是他的一個整個在交保的時候的一個工房 當法院的法官講說 好吧 那就500萬元交保 500萬元交保這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個這是重保 第二個檢察官應該要回去跟他的檢察長 包檢察長 剛剛鄭文燦先生的案子 500萬元交保 然後呢 待會兒法院會給我們裁定理由 我們要怎麼寫抗告書 沒有想到他不是這樣做 他竟然是聽到500萬元交保 馬上拿出來說抗告 抗告準備好了 這個東西是非常非常離奇的 你今天辦一個前市長 你小小檢察官 你敢當庭抗告 第一個 你的長官還不知道抗告 還不知道交保理由 對 沒有這些交保理由 你要怎麼寫抗告書 所以他代表說他已經寫好了 反正大概裡面的東西 我大概都知道 所以他當庭抗告 你會做什麼事情我都知道 而且更可怕的是他非常的急 急著我要把你給收押禁件 而且對方講的 禮拜六我不能把你收押禁件 過了禮拜天 今天一大早 馬上就是急件進去了 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幾號 可是除了檢察官的態度非常奇渴之外 法官裡面的這個 這個積壓的一個裁定也令人神奇 在這種東西來講的話 你想想看 他說當初來講 這群私地主 因為他不是公部門 他是私地主 他們籌了一筆錢 五百萬 然後透過特定的人士送到了鄭文燦的手上 然後2017年送進去 可是後來事情不成 沒行之後呢 過了一年 2018年又退回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本案最關鍵的東西 如果有中的話 那你就跑不掉 第一個 你有收錢 你有退錢 這代表說 有金流 對 有金流 因為我們知道在查過這個所謂的 財富逝退條例裡面 最難的就是金流 最難的就是對價 對 而且剛剛講的 你是交給誰 誰就退回給你 欸 這裡面交代的清清楚楚 連監聽藝文跟收證照片 都有負上 對 其實這一個是桃園地方法院的新聞稿 這新聞稿我們來看一下 重點就是說 他把時間地點 106年就是2017年9月收受 然後到107年就是2018年的8月 交還給誰 你時間地點500萬 清清楚楚 人事實地物 沒錯 人事實地物 然後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哪時候送 送給誰 金額多少錢 哪時候退 退給誰 金額多少錢 你清清楚楚 然後下面還告訴大家說 這個是有監聽 這個是有益文 那特別的就是 如果你有監聽 你有益文 那你不是應該在2018年 人家口腔了嗎 你不是在2018年 就該把他抓了嗎 可是都沒有 這個案子 就像是石城大海一樣 有監聽 有益文 這是很奇特的一件事情 表示有成案 然後有偵查作為 然後有沒有達到證據 有達到證據 然後最後從2018年之後 沒了 順月靜航 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們在2017年9月的時候 當時就已經講了 廖俊松跟所謂的相關人的 就開始集結這件事情 集結這件事情以後 就把錢送進去 送進去了以後 因為案子沒成 鄭文燦就把這個錢 退回廖姓人士 退回廖姓人士 我跟他講就沒了 就沒有任何消息了 沒有任何動靜了 然後現在告訴我們說 2023年桃園地檢署 接獲的顯報 我有極大的懷疑 你都已經有這麼大的證據 你都已經有檢體議文 你都已經有照片 你幹嘛還要檢舉匯報 妙的是 到了今年的6月3號 你就看到大動作 對 相關人的該抓的抓 該綁的綁 該關的關 該抓的抓 該綁的綁 中間還有一個關鍵的 就是楊兆林 楊兆林在台座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人 他已經快90歲 還是非壓不可 因為他真的太老了 居然拿1000萬 1000萬就算了 接下來就是衝著鄭文燦 而且那個動作一步接著一步 完全不放過他 然後就開始雷利風行 從5月到6月 死案變活案 一個月的時間 把所有的東西全部都回來 這些人該壓的壓 該關的關 然後就要開始來弄鄭文燦 這什麼意思 背好力氣 而且我們現在錄影的時間 剛才講的 高等法院已經退回更裁定 對 現在所謂的法院正在裁定 如果你今天真的收押金錢 就更大了 這件事情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沒有想到 高院這個院方 他不是挺自己的地院 二省的院 二省級的院方 不是挺自己的地院 而是挺地檢數 所以如果真的 到時候要是收押禁件的話 這是多麼大的一個事情 而一路以來 你看到桃園地檢數 沒有看過這麼積極的 申請羈押發一個新聞稿 抗告再發一個新聞稿 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我今天有任務 使命必達 我今天不把鄭文燦給扣進去 不把他給羈押禁件的話 我沒有完成任務 我的KPI沒有達標 現在很多人都把焦點放在這個檢察官 陳嘉義的手上 而且把他們過去的很多歷史 全部都翻出來 可是照你這樣講 那根本不是他一個人可以做得到啊 剛剛講的 今天陳嘉義在辦這個案子的時候 五月的時候 今天桃園市的經發局講 我們在五月就收到調查局 是調查局在強調不是檢察官 調查局一直告訴我們要很多的資料 我們都全力配合 剛剛講的 到了六月的時候 這相關人的全部該抓的抓 該進去的禁件 然後你剛剛講那個抗告 抗告沒有你最後的檢察官 沒有主任檢察官在挺你 你怎麼動得起來 對 我們先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先定義陳嘉義是誰 陳嘉義就是桃園地檢署裡面的一個狗叫 狗叫 他一直想要去做一個正義的事情 他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他之前去立庭一個案子 有一個醫院的院長 逃漏稅五億元 五億元之後呢 竟然最後大事化小事化五 他只是一個立庭的一個檢察官 他竟然寫了一篇在網路上面 說大家看一下 學長姐學弟妹 你們看一下我們的司法怎麼了 他竟然直指邱泰山 去關說他們的檢察長彭坤彥 然後把這案子給壓了 到最後這一篇炸鍋之後 欸 檢察官幹掉檢察長 就倒了 這檢察長就倒了 就回到了 他回去當他的陽春檢察官 所以檢察官是很兇的 對 可是重點是 他那件事情之後 他徹底被冰起來了 誰敢用你 不敢用了 你敢去弄你的檢察長 我告訴你 小小檢察官上面有主任檢察官 主任檢察官上面有香悅主任檢察官 香悅主任檢察官上面有檢察官 你跳了四級去幹掉了一個檢察長 所以他徹底被冰起來 這個案子找他辦 第一個 確保不會走漏風聲 你都沒有朋友啊 等一下 他是刻意交給他辦的 對 所以這兩個月的時間 你這樣去看陳嘉義就耐人尋味了 對 你找那個勾叫 勾叫會不會好好努力打拚 當然的 這是他在檢察體系裡面 這是我起死回生最好機會 這是他在檢察體系裡面 唯一一條路 唯一條的向上之路 竟然被他掌握住了 好 郭蔡 當今天發現說 鄭文蔡是因為華雅科的 這個園區案的時候 他居然被深壓境界 居然他面臨了一個形勢上的一個追究 大家非常驚訝 因為在他的任內 有很多的一個爭議 當然有一個草踏存會區啊 有航空城啊 有這個小快溪的這個自辦重建案啊 有巴德草地弊案 有這麼多檢子 可是大家想來就想去 沒有想到說 今天他竟然會栽在華雅科的上面 因為大家關注的是 這裡其實是全台灣最值錢的工業區之一 這很值錢 如果你想要進到這裡 其實你就搭上了未來賺AI十年黃金彩的機會 為什麼說這個地方這麼值錢 這裡是華雅科學園區 這裡是他即將要重劃的這塊地 這裡從Amedia開始就在這裡新生產 一路拉了8公里 叫做AI的黃金走廊 全世界最重要AI生產基地 你說就在林口這個地方 然後這是一個交通走廊 這個交通走廊有8公里 未來剛剛講的NVD 廣達 包括ASMO 所有最重要設備廠商 或者最重要的研發基地 都在這個路線上面 而進到華雅科裡面 就點時成績 所以在這個場域裡面 不是農地木地 變成工業區 要蓋那種廠房 不是這裡是要蓋研發中心 你進來做的是高科技的中心 光廣達在這裡研發工程師 就有五千個全世界最強的AI伺服器 就在這裡造 所以當年廣達說八百里加急 回來搶土地 就是要這裡的土地 因為這裡土地很值錢 所以ASML 艾斯摩爾就是來這裡蓋了兩個廠 一個是要蓋最先進的三奈米 以內製程的先進設備 再來這裡是全世界 唯二艾斯摩爾的母廠之外 能夠生產DUV重要設備的地方 所以這裡非常 這裡可以生產DUV 對這裡是生產DUV的地方 所以你要擠進這裡 才可以怎樣 擠進AI的黃金列車 跟著一群高科技工程師 所以不是蓋廠房 不是這種普通木地農地 是金碧灰 玻璃帷幕那種光线亮麗的 高科技廠房 所以這個地方真的是 韓金的土地 非常的韓金 是AI黃金十年 最重要台灣最強的基地 就在這裡 所以不是農地跟墓地 是 所以非常高科技的地方 大家都想搶這個 好 那這個世界裡面 非常驚訝的是 現在剛剛講的 現在有幾個人已經被收押了 中間有個關鍵人物就是 台塑集團總管理處的 前總經理楊兆林 還有前副總經理兼發言人 侯水溫 關鍵在哪裡 因為我雖然對台塑不熟 我也聽過這一號人物 他在整個台塑是 一人之下 萬人之上 他在台塑是唯一不姓王 但是說話算話的人 他不只說話算話 他對外講的話 就是代表王永慶 王永在兩兄弟 他如果你說你不認識 他的台灣政治人物 這樣的話都不算一套政治人物 為什麼 他對內其實是紅衛兵的頭 王永慶的財務行政管理都是交由他 後來由侯水溫接掌他 他退休之後是侯水溫接掌他 他對內其實代表他講的每句話 都等於是王永慶在傳聖職 可是他最重要的是他對外 包括王永慶每次寫萬言書 都是透過他去溝通所有的 不管是經濟部 或者是行政院 或者是歷任總統 所以他每個都認識 甚至王永慶早年收購聯合報的時候 是楊兆林帶著總管理出人 跑去跟聯合報王家開會 後來被蔣經國要求撤除 也是楊兆林 他對於整個 等於說他今天有如正清零的味道 對他講的話就代表王永慶 甚至連他家事 他也能夠代表王永慶 最有名的案子是羅家兄弟 羅家姐弟在任主歸眾的時候 家事法庭怎麼判 是因為楊兆林安排羅家姐弟 去見王永慶的遺體的最後一面 這個成為最重要的判決之一 而且他可以租 因為當年王永慶是怎樣 他已經裝好棺材 從美國運回台灣 他竟然可以再打開 讓羅家的姐弟看到王永慶最後一面 法院是這樣認定說 這樣當然是親子關係 楊兆林的權力有這麼大 大到他可以讓別人去看王永慶的遺體 所以當初是沒有人看到了 不是所有外人都會看了 法院就是這樣認定 一個人可以分到10億元 就是這樣 所以立任的總統或立任的行政院長 每個想要見到王永慶 想知道王永慶想怎麼 或是楊王永慶想怎麼 都是透過楊兆林對外去溝通的 好 那跟他講 看到楊兆林這個上面 他其實也蠻辛苦的 他說他現在已經九十幾歲了 他也一直要對他 也要生涯境界的 這個陳嘉義也要把他給抓起來 他說為什麼沒有抓 因為他的年紀太大 他已經超過九十歲了 超過九十歲 即使是這樣子 他也是一千萬交保 他在這個案子裡面 真的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而且你在台塑都已經位高權重了 怎麼還會扯到這個案子裡面呢 對 這是讓他想不透的地方 是因為他幾乎代表了台塑 而且讓所有的政經界真驚訝的是 為什麼是他因為沒有人沒有透過他去認識 或者是王永慶 或者是王永慶的所有事情都是透過他去溝通的 大家看到嚇到是所有企業界的 我有什麼事情是楊兆林不知道的 所有的政商政治人物 有什麼事情是楊兆林不知道的 那楊兆林都會被查 那大家都嚇到了 因為這是政商界的大事情 好 明白嗎 剛剛講的 這個黨賴清德上任之後 大家講 以賴清德的個性 剛剛講 我一定會查弊 除弊 除弊是他一個最擅長的 可是除弊過程裡面很講 科批啦 國民黨啦 什麼不什麼 沒有你當時說 沒有 如果賴清德起來要 最頭一個要對付什麼 對付什麼 就是台文燦 怎麼可能 你還黑白說 欸 還讓你說對了 我怎麼會黑白說抱一個 對 我們熟了那麼多黨 我一黨倒一半 我有黑白說 不可以 你說文燦的時候 說哪有可能 你說這個檢察官是古教吧 對不對 對 丹家儀 對 丹家儀是古教 我告訴你 賴清德也是古教 我為什麼會說 電文燦避險 我們現在還在公道回來 要重一個國防部長 我問你 要重一個國防部長 要重一個外交部長 要重一個六委會主委 要重一個海紀會黨署長 你看 要什麼人欠頭 總統 對不對 當然要總統啊 所以你說 叫什麼人頒 那都不奇怪了 這就是這局不好 請你重一個 叫你的人頭 用一個 叫人頭 為什麼不用叫你的人頭 坦白說 我了解六千塊的個性 亦亦亦有 來看你們這個案 你剛才說 文燦避險 離空一千年幾月收錢 對啊 是不是九月收錢 離空一半年 比較錢行就是 對 五百萬嘛 這我告訴你 這叫標準的關上高潔 沒有人幫你通 你錢 欸 水爪了 放在這裡 有可能生魚棒 他收過方 錢就修理不了 還有行 啊 我再跟你請教一下 離空一千年 到過 為什麼剛才去收錢 因為他認為文貴 啊為什麼文貴 因為那個月 我青頂兄 從台南要起來 我有跟他學生 啊 我又 祝他經兆一青流 所以 他很高興 第一 九月他還不起來 他是九月收錢 八月收錢 但是要叫他祝購的時候 是八月底 他九月收錢 就在台南說什麼 國家民進 很困難的事情 所以他需要 即使開關五缺 欠水 欠電 欠土地 他 那時候已經公開選擇了 第二件案件 他還是說五缺 要積極辦理 連山開 很多拜會 尤其是由行政院長親自主持 啊 那時候才是 電文餐就沒有議長跳進去 我又請問你 兩年的 法務部長 有 一個苦泰山 一個 副青雄 八千雄是做不到兩年 這麼暗驚發生的時候 他在做行政院長 你看他都沒聽到 他都沒聽到 你沒聽到人說什麼 叫做養套沙 你說2017年 2018年 就是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那時候有的調查局 法務部 大家一定要把八千雄報告 因為沒人想說他會挑戰副英文 大家都認為 他是後蔡英文時代 八年後的接班人 沒想說他在2019年 跳出來挑戰副英文 所以那時候所有的情報 所有的消息 我們都會說 但他動得了嗎 動不了 我現在又跟你說 第二條 他現在這條出了第二部 所有從這五年來 這五年多來 他在你們投行 給電文餐和索情商安排 檢禁調 金融單位 國防 金融單位和行政單位 這些人就對了 他這三個月都要簽筆了 大欺騎 會大欺騎 你不用特地看 對 他如果沒有簽就對了 他會威脅到他 因為 凝聚一股 反對六千雄的勢力 對 在後面把他搶到後面 現在第一時間就是要鞏固他 2028年黨內先沒有人挑戰他 他自己挑戰 沒關係喔 但是他不准你們挑戰我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在今天提電文餐 這個案件出手 最主要 是真真正正標準的台階價格 所以賴清德會怕他們 欸 對 來行的看布袋外行的對欄 兩禮拜前說做一個民調 二十二貫七加價 陳其邁一個人獨特四十九百塊 這出來要有六千雄怕死的 你聽到嗎 這六千雄他會去做這些 他過去所做過的事情 他會去防止 對 所以他今天對電文餐台 我跟你講大家都聽得懂 譬如說台傑架 傑班 傑架 傑架很多 傑架有的在山上 有的在山腳 我跟你說 無所不在 因為 寶貞你看二千雄看那麼多年了 坦白講他不會結婚結董 我們待會兒有的部分要給他學樂 所以他起來一定去鼓叫 那麼鼓叫呢 我沒辦法跟你結婚結董的情形 我只有帶一個 讓你們作聲煩什麼效應 你們不敢結婚犯罰 對 這案件大閒的就好 他不一定會幫你辦得夠 所以後面到那個 為什麼 我們一般人你才會知道 過去要申請搜索連鎖 幫你補回四百 這一般人 你不檢查管說出來什麼 你會知道 對不對 沒有啦 所以這個 包括二千雄這兩天 對這件事的看法的時候 面穿都不太好看 互網互縱 靠那個 為什麼這個鎖不起來 因為這個 溫通的 溫鎖的競然鎖不起來 文燦現在是 心肝掉在半空中 有人說文燦之後就是 柯P就是第二 我看FB 柯P的生日是八個月 八個六個 十幾個月 不會這麼快 他對柯P 他現在用這樣下去 會告訴你是 選舉的溫暖 要同處理 這個事情這樣 手勞最糟糕 他身旁還有老人 我認為不至於 在這個時候去 動柯P 每當民進黨大敗之後 你都會聞到一股 腥風邪雨 在2008 當時民進黨大敗 你就看到了 有十一寇出來 這整個派系 內部的一個大鬥爭 在2018 民進黨大敗之後 你就看到 蔡英文跟賴清德 兩邊的對決 而賴清德碰到了網軍 鋪天蓋地 人格式的一個毀滅 而現在 你也聞到了一個 新的鬥爭 新的腥風血雨 今天賴清德 透過他的臉書 去宣布說 他要參選民進黨的黨主席 但不對啊 之前不就已經 用媒體放話說 他已經告知了 蔡英文總統 而且是在那個檢討 會議的時候 他已經報告 他未來一個動向 但今天賴清德 不是這麼講的 賴清德的臉書 字數不多 一百九十幾個字 可是清楚地講到說 我已經跟黨內先進先公投過了 黨內先進已經取得他們同意之後 我稍早才去通知了蔡英文總統 也說稍早才跟總統報告 決定參與民主進步黨 這一次的黨主席的參選 也就是說 今天我要參選黨主席 我沒有要你蔡英文的一個同意 我只是告知你 我們知道即使在二零一八年那個大敗 蔡英文卸下黨主席 但卓榮泰這個位置 是他同意的 他清點的 沒有想到到了這一次以後 難道賴清德完全不給蔡英文 任何一個否決的空間嗎 現在我們剛剛講的 在未來 除了賴清德要執取大位之外 剛剛講的蘇貞昌 蘇貞昌老記福利 志在千里 他有可能甘於說 他在二月一號以前 他就會退下來嗎 如果他不甘於退下來 真的會像吳董剛剛所說的 他就剛好利用這個 反黑鏡的大旗 然後呢 大殺四方 當他大殺四方之後 就沒人敢動他分好嗎 剛剛講到 現在 民黨大敗之後 最關鍵的兩個重要位置 一個就是行政院長 一個就是黨主席 今天 賴清德已經表態 他要參選 為什麼講說 今天賴清德的參選聲明 自治足跡 不但自治足跡 底下 藍勾勾的表態 更代表 民進黨風向的轉變 而風向轉變 最關鍵的一個人 就是鄭文燦 對 保健哥 今天賴清德這篇文章 真的對蔡英文還有英系拔劍相向 拔劍相向 而且講喔 寸土不讓 這些事情才是真的讓我們覺得 美嘎之所在 因為原本我們 寸土不讓 對 因為我們一直以為 這個賴清德 這個參選黨主席 他不見得會預駕親徵 他可能會吵一個代理人 不管是左隆胎或誰 代理人 甚至包含林佳龍 隔壁系可以接受 人選去這邊 然後去做這個半初選 半初選 賴清德就加入這個初選等等 就沒想到賴清德這篇文章 真的驚動政壇 真的展現賴清德 拔劍相向 寸土不讓的這個味道之所上 為什麼 原本講第一個 他也不跟你囉嗦 他直接跟大家講說 我要選黨主席 而且我這個黨主席 我問過黨內民主先進 跟同志都問過了 什麼叫黨內民主先進 同志進一步的偵詢 而且獲得支持 什麼叫做民主先進 就是那些老一輩的大佬 那些所謂的金貪金孫 爺孫輩 大佬已經支持我 什麼叫同志 就是各派系的頭人 都支持我 大佬跟各派系頭人都支持我 之後 我獲得支持 我再跟蔡英文總統報告 他講 獲得支持後 稍找向總統報告 可是這個順序不對啊 照一講你是副總統 我如果要參選黨主席 我不是第一個 起心動見之後 要先跟總統說 總統我想選黨主席 你覺得好不好呢 那總統同意之後 我再去徵詢先進 我再去徵詢黨內同志 然後爭取大家的支持 我再順利當黨主席 什麼事 以黨內先進先徵詢過 同志先徵詢過 大家同意之後 我再把牌拼給蔡英文說 我要被算了 所以這我一開始講 蔡英文 賴清德這篇文章是 對蔡英文或英系 揮拔劍相向 而且展現寸土不讓的態度 可是最大的恐怖事情是什麼 他展現完態度之後 拔劍相向 寸土不讓之後 發現既然兵槍馬壯定於一尊 兵槍馬壯 這才是問題 因為你有可能臭兜 你說你問過這個 所謂的民主先進 跟黨內同志 都支持誰知道 支持公開 對 真的還假的 結果沒想到 文章一出 既然知道賴清德 兵槍馬壯定於一尊 而且各派系的藍勾勾都來了 各派系藍勾 而且都是投人 第一個擺看什麼 林佳龍 林佳龍是政國會的投人 沒錯吧 林佳龍直接說什麼東西 清德兄加油 民進黨加油 台中加油 台灣加油 對 台灣加油 好 友言會 友言會要看誰 看王蒂宇跟趙天玲 對不對 王蒂宇說什麼 謝謝副總統此時亂局出面 承擔 加油加油 趙天玲說什麼 謝謝賴副總統 承擔中人 團結信一心為 心愛的台灣奮鬥 新潮流問 問什麼 新潮流問 蔡其昌中流 因為男友本來就是賴清德強項 蔡其昌說什麼 賴副總統加油 為我們心愛這片土地 來一起承擔 所以你看幾乎各派系 全部都出來了 對 甚至呢 林俊憲跟郭國文 絕對不可以缺席 賴系人吧 這兩位大哥 賴醫師加油 一起拚郭國文 所以說 除了英系之外 全部都來了 全部都來了 特別報問 有沒有 支持賴清德承擔大局 賴清德是團結 各派系的最佳人選 也期待賴清德能在困境中突破 延續民進黨執政嗎 你說欸 我用藍勾勾在底下留言還不夠 我還在我的致 在我的臉書裡面 表達支持 對 你看上面講的 友言會趙天霆 另外PO文表達支持 一心細的蔡其昌 另外PO文表達支持 鄭國會陳寗芬 另外PO文表達支持嗎 所以你看 這些事情 是不是就像我剛剛講的嗎 當賴清德拔劍相向 展現出寸土不讓的態度的時候 背後竟然兵強馬雙定於尊馬 另外很關鍵人物 大家都知道 我還沒講是誰 是鄭文燦的態度 鄭文燦的態度 鄭文燦的態度 才是有趣有趣再有趣 鄭文燦跟蔡英文的關係 大家都懂 鄭文燦今天受訪 這樣說什麼 支持賴清德順利當選主席 2024年的總統人選 只有一位 就是賴副總統會全力協助 他連總統都加進來了 這個是非常非常誇張的狀況 因為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大家觀眾朋友 還有我們 比如說大家大概都理解 賴清德選黨主席 其實就是劍指總統 對不對 剛剛那些藍勾勾 藍勾勾不管是誰表態 其實都很有節制 就是說支持賴清德選黨主席 可是鄭文燦的直言說說 我不只支持黨主席 還說總統人選只有一位 一位 總統人選只有一位 就是賴副總統 而且他還貼了一個 他跟賴副總統合照的照片 沒有錯 所以這個東西 真的是對於整個 陰系壓力都很大 所以我講到這邊 蔡英文總統的回應 觀眾朋友一定很想知道 特別請總統府發言人 張敦涵出來 蔡總統說話了 說話就你看 蔡英文耐心地拔箭了 人也繞來了 各派系也支持了 張敦涵說總統表達祝福 祝福 我真的問吧 沒有氣球嗎 這叫什麼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不由得你嘛 對不對 所以說只能表達祝福之意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就算寶傑哥你應該來開場的 2018年 那個時候名將大敗 就算推出左龍太 某種程度 也要蔡英文首肯 才會有左龍太的狀況 可是這一次真的 完全跟情況跟2018年不一樣 賴清的直接說出來 而且定於真 翠土棒 他為什麼 他不要2019年總統初選狀況 在他身上重演嘛 他不希望有任何意外 他希望什麼 監黨主席我來當 規則我來定 遊戲的時程我來定 沒有什麼無限延長 也沒有什麼什麼民調公司 找手機民調 重點是什麼東西 他要掌握民進黨 不分區的提名權嘛 不分區提名權代表什麼 各派系下來跟他來搶 對 聽我的 各派系你不會去講幾席嘛 你今天政府會要幾席 永遠會要幾席 新席要幾席 誰決定 黨主席決定嘛 這個黨主席搶下來之後 各派系必須坐下來一起 跟賴清德來參雄之類 拜託你們 所以你看這東西 賴清德這一局 真的是重磅重磅再重磅 董事長你是 大概台灣第一個講說 賴清德要選黨主席的 我當時聽了會嚇一跳說 怎麼可能 作劇從來沒有副總統 要去參選黨主席這件事情 而且你要去選黨主席 你等於說 你要選2024 你找個代表就出來了 你幹嘛要肝冒見識 肝冒見識 要付很大風險的 沒有講他硬幹了 你說這只是剛開始 你說一個更可怕的 心風邪雨即將展開 他是九合一裡面的領導人 唯一的倖存者 因為他沒有介入 每一個人都介入了 他是唯一的倖存者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好處 因為現在最大的問題 從現在李文中的講法 從這個蘇院長的講法 到這個吳英龍的講法 都承認了 黑金 都承認民進黨最大的問題是黑金 那今天黑金問題不解除掉 不處理好的話 你賴清德憑什麼選2024 所以賴清德第一個任務 就要現在黨內做改革的工作 要大幅度的改革 要大魄力的改革 所以你說賴清德也會大殺四方 當然是賴清德不可能讓你這個黑金的問題 讓他背著黑金去選2024 絕對不可能 他就任黨主席之前之後 他用他的影響力來處理黑金的問題 然後第三點你現在看到 各派系全部表示支持 除了英系以外 陳明文可能他 我有曾經跟陳明文碰過面 他說他是暗中支持太平 暗中支持 暗夠啦 我在這邊把我們私下講話公開給 讓大家知道一下 所以這些都還沒有 所以賴清德已經變成 就是說他也是當然的 這個當選的這個黨主席 那蔡英文呢 蔡英文的問題你就要來看 鄭文燦怎麼表達 蔡英文最介意的事情 最關切的事情 在鄭文燦的口中已經講出來了 他支持賴清德順利當選黨主席 2024的總統人選 只有一位是賴副總統 他會全力協助 那我請問你 以過去我們的印象中 鄭文燦像類似這種重大發言 2024總統重大發言 他會不會先跟總統報告 當然要跟總統報告 他已經經過蔡英文總統 同意以後才會發言 他是蔡英文的胖中語 對啊 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突然間 你如果表態支持選黨主席 沒有話講 表示你新潮流做了共同決議 結果你現在講的是 2024總統 2024表示說他完全放棄 他完全不會跟 就是新潮流現在只有一個人 新潮流支持的人就是賴清德 鄭文燦完全出局 而那麼重大的事情 我相信他沒有跟蔡英文總統 做過任何的溝通跟交代 否則的話他一定會講 而且鄭文燦講 他跟賴清德有幾次的對話 跟深刻的討論 對啊 這就是當時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 賴清德只要跟一個人溝通 就是鄭文燦 一個人這個人溝通好了以後 心系就可以做成共同決議 當心系共同決議完成以後 政國會自然就進來了 因為政國會的林佳龍是核心人物 那林佳龍這一次在選新北的時候 飽受蘇貞昌的霸凌 所以他一定要抱一個 抱結尿刷彎 他們倆就結合在一起了 然後第三個就是 綠色友誼聯姓的進來了 那你看到 這幾個大派系全部進來了 現在的情況之下 那個票已經超過了 這些陰系的票 就無足輕重了 那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賴清德才有基礎 去跟蔡英文報告 那個報告也是撩背一格 你應該講的 今天他講的說 我關於民進黨黨主席補選 這陣子各方傳達的續集 有鼓勵跟保留 他說 我經過跟黨內民主先進同志 進一步爭詢 這個先進同志 有鄭文燦 因為鄭文燦跟他有對話 跟深刻的討論 但沒有蔡英文 當然是沒有 因為這個先進就是派系領袖 民進黨是股份有限公司 大股東講好了 那個董事長沒有用 換人當董事長 這是現在自然就架空了 所以上面這個總統 就會變成博鴨總統 現在也變適實 所以他在黨的部分 不可能再跟他做任何報備 然後這裡面留下一個麻煩事在哪 你知道嗎 麻煩事就是說現在蘇貞昌院長 因為蘇貞昌院長 他還是勇兵 勇兵自重 勇兵自重 然後他還是 他掌握整個大行政院 那蘇貞昌還是有可能 老七福利自在四方 對不對 所以他還是想更加 所以現在民進黨的大司馬是他 對啊 他火車頭剛剛去叭叭叭 叭了三聲叭了 叭了三下 就告訴你說 我還要選總統 你不記得說老首都 他還想選總統 他鬼鬼也叫他選總統 不然他去叭火車頭幹什麼 他不是去叭別的 他去卡車司機給我叭叭看 他真的從小的夢想 從小的夢想 就是開火車頭 台灣火車頭不是選總統 沒有什麼比心理人更大 對不對 所以你就知道 蘇貞昌一定會選總統 蘇貞昌選總統怎麼選 怎麼選 因為黨內有初選 所以老天爺給他一個大好的機會 什麼機會 就是我剛剛以上提到的 民進黨現在有一個 嚴重的這個 嚴重的這個重病 反黑金 重病就是黑金 所以能夠反黑金的領導人 就會變成國家領導人 所以他們今天把陳澤文給幹掉 今天不是第一槍而已 我跟你保證 明天方洋齡 馬上一個禮拜之間就幹掉了 台南那個88槍 對 他不會等到你蔡英文 不會等到你這個賴清德出手 他就先出手 待會我就把你撩下去 對 他一定88槍要求破案 不是 我們看到歷朝歷代的鬥爭 鬥爭如果要跟軍王有關 要幹嘛 要清軍撤 這個秀清軍撤 又搞黑金 什麼大殺四方了 對啊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兩個人 就是賴跟蘇 兩個都在比賽 比賽什麼 比賽誰能夠少黑金 誰能夠排除黑金 現在在黨內 所有跟黑金沾上關係 或是有代表性的人物 通通會變成他們兩個人 是在向大衛的障礙嘛 那這個要不要排除掉 要排除 心風血雨嘛 一定殺嘛 一定全部殺到底 這兩個 這兩三個月 這一個 一兩個月 兩三個月 沒有安寧的一天 天天都會有新的心風 不是 這才是我認識的民進黨 以前民進黨連老康都殺 雞兔同龍 沒人不可殺 所以我這個老民進黨員 我最懂這個道理嘛 對不對 我當時看到一個最 開除我黨籍的人 叫做鄭文燦嘛 我今天給他高度的肯定 鄭文燦終於做了非常正確的選擇 好 司總 有聞到那樣的一個心風血雨的味道 黨內剛剛講的 沒有那麼簡單 只是一個賴清德要選黨主席 後面會有一連串的心風血雨嗎 而且看到這個賴清德今天的動作 我想到德川家康 杜鵑體了 這時候該是他要出來的時候 等待杜鵑 你看他等了四年的時間 在四年之前 他跟這個蔡英文總統決戰失敗之後 你看他知道要怎樣 忍 我就像封城秀吉 我現在像德川家康 忍在你的旁邊 他本來想像植田姓掌 對 你不提我把你給宰了 根本人想被宰的是他 所以我只好學德川家康等議題 忍了四年 你看這四年裡面來說 他是怎樣被對待的 今年這個選舉那麼熱烈的時候 你去帛琉給我釣魚對不對 事實上這反而變成是他一個 可以隔絕的這個狀況 有表現的時候 他就表現出來 像去年的公投的這個時候 反正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 他反而是變成是不斷的在仰望 他現在等於是在民進黨內 他有點像德川家康 在封城秀吉之後的樣子 他聲望最高 沒有人能 我覺得民進黨其實 說到底他還是個實力原則的政黨 大家都知道說實力現在誰最好 如果我真的明年要在選舉 我要在當立法委 我要當什麼 我要誰來騎 我要依靠誰 對不對 我要依靠誰 現在很顯然就是賴清德 所以毫無疑問他一出來講的時候 大家都自然靠過去他的身份 那蔡的 蔡英文沒有 現在蔡英文已經徹底了 就是說跛腳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只能夠有行政權 任了立法委員 你覺得立法委員會聽誰 當然聽賴清德一定是這個樣子 所以現在變成是 有這麼無情嗎 民進黨就是這樣 你要提名 你要獲得連任的時候 你要誰的同意 你要賴清德的同意 所以現在賴清德顯然 我覺得我也滿認同董事長 他絕對會在黨內 開始進行一個大清洗 就是把過去什麼黑金啊 把它清洗掉 所以你的意思說 我不是那麼簡單說 我今天要黨主席的位置 不是要黨主席說 遊戲規則要我來定 我來確保我不會被封殺 我要用黨主席這個位置 我也要拔刀相向 展示我的權力 當然大家都認為說 你民進黨是黑金 他也想要出來改革這個東西 這個說是你要自己拿到這個 你的這個所謂黨權之後 你來做可能會比較 讓人民信服說 你可能也是敢返黑金的 所以這樣現在為止來說 我覺得蘇貞昌 今天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你就把陳澤文給幹掉 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說的話 現在蔡英文總統 真的是滿需要蘇貞昌 因為現在蔡英文總統顯然了 你看他周邊鄭文燦 原本他要胡子的二阿哥 都跑到 跑到敵方的陣營裡面去 所以現在對蔡英文總統來說的話 他在黨內 真的已經沒有人理他的時候 他需要一把尖刀 然後鄭文燦講那個支持 賴清德順利當選黨主席 2024民進黨的總統人選 只有一位就是賴副總統 會全力協助 這句話有這麼重要 目前出來大家都出來表態說 挺這個蔡英文 挺這個賴清德 難道蔡英文會說 那鄭文燦你來當行政院長嗎 現在沒辦法啊 現在只能夠讓 繼續可能讓蘇貞昌 或是找一個 所以租續任的可能 就越來越高了 越來越高嘛 所以蘇貞昌開始殺了嘛 所以才說現在接下來的話 所以說今天把陳哲文給下台 而且今天那個文章裡面 那個報告裡面揭曉 那不是內政部 那就根本就是我蘇貞昌的意見 而且那事實上賴清德 我覺得他也做了一個 非常巧妙的鋪排 就在他要準備選黨主席 他就生病 就生病了 生病的時候 因為他隔離五天 隔離五天禮拜一 他就可以開始去登記 所以就是說 他可能原本 徵詢之後 反正蔡英文 所以我覺得照理講 以前我要跟蔡英文講 我要跟你面對面 面對面的見面三分情 還不敢怎樣 可是我今天跟你打電話 就不一樣了 當然啦 我不去總統府了 所以意思是什麼 今天接下來一段時間 他就真的要專心的拿黨權 黨權拿到手之後 我覺得他就會展開 他的下一步的動作 好 惠正 有這麼複雜嗎 我跟你講 我現在終於搞懂一件事 你搞懂什麼 賴清德 事實上從就是 11月26號 9和1選舉之後 他已經佈局了一個 強勢回歸的三部群 為什麼叫三部群 我跟你講 真的是這樣 第一件事情 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時說檢討民進黨敗選 主要原因是誰 開槍的高家瑜說 側意 說你們這些側意 那高家瑜後面是誰的人 我想高家瑜在黨內 雖然被視為是姑娘 但高家瑜其實是跟賴清德 關係非常好的 賴清德還很特別從台南 還是哪裡去幫他來選 那個助選的時候 所以事實上那時候 高家瑜會講 側意這件事情的時候 已經是有點不尋常 第二件事情 誰去檢討黑道的問題 何志偉 那何志偉 莫名其妙 你去檢討一個什麼黑道的問題 何志偉也是支持賴清德的 對 何志偉也是支持賴清德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 何志偉其實 他就直接炮指了黃成國 所以那時候開始就講到 怎麼會檢討整個民進黨 大選失敗 會變成是側意跟黑道的問題 而且黑道的問題不要忘記 後來這一把火又燒到了台南 88槍 88槍 黃偉哲是誰的人 也是英系的啊 所以換句話說 這一個為什麼說是三部曲 一個反側一個 一個反黑金 我同時斷掉你 台北的黃成國 以及台南的黃偉哲 好複雜喔 所以你看這已經是兩部曲 然後到最後現在 記不記得我跟你講到 12月4號的時候 那個我的好姐妹慧珍 出的那篇文章 他裡面有已經點到說 賴清德不排除 主帥清真 但是有一個疑點 什麼叫疑點 他就說 但是有人認為是有什麼憲政疑語 憲政危機 我認為他是一個 就是所謂的一個訊息 看黨內各角頭 各派系 有沒有人針對這件事情去 然後有一些討論 後來發現 還要有一些 阻擋賴清德參選黨主席的聲音 結果都沒有 沒有人去接這個梗 所以在那個情況之下 某一種情況也被人家視為說 黨內對於各派系 對於賴清德出現 感覺上是高度共識 所以在那種情況之下 其實已經是 醞釀了12月8號 確定要強勢回歸的一個情況 而要強勢回歸之後 有沒有看到剛剛 鄭文燦講的那一句話 相信未來也只有一組候選人 代表什麼意思 怎麼會有你蘇貞昌的角色 所以換句話說 那代表新潮流已經做成決議 新潮流已經確定 支持賴清德 已經沒有北流南流的問題了 而且是唯一支持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蘇貞昌其實要進行的是什麼 他就是一個院長保衛戰 如果這一次蘇貞昌被端掉的話 他等於是被迫提前從政治舞台謝幕 所以就是為什麼我剛剛提到了 事實上在這個時間點 蔡英文需要蘇貞昌 蘇貞昌需要幫蔡英文 穩住整個局勢 是更勝過去的這幾年時間 因為他們兩個現在是命運共同體 如果他們不聯合起來 因為現在他們確定 黨政是分開的 黨全權給賴清德 政的這個部分 就需要蘇貞昌幫我 Hold住這條界線 不可以讓你黨的手伸到我政這個部分 政治這一塊領域 他敢確定說 蘇貞昌跟賴清德關係不好嗎 沒有確定 我現在一直到民進黨內不知道 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了 問題是 蘇曉會出來贊成的喔 問題是 你看 那個大阿哥 那個叫什麼 鄭文蔡已經表態 2022次只有 一組候選人 所以換句話說 如果你蘇貞昌這時候 你不極力的跟蔡英文進行合作 而走出所謂的黨政的這個防火牆的話 那你蘇貞昌 你如果現在變成沒有行政院長之後 你2024也輪不到你 因為其他各派系已經達成一個共識 2024只有這一組人唯一支持賴清德 現在民進黨內 真的有像我們講的這麼複雜嗎 這個民進黨早就已經定於一尊了 定於一尊了 我們敗選之後其實當然心裡大家都有數啦 因為基本上 當然總統是黨主席 黨主席的話操弄的選舉機器 選舉機器是敗選的當然要負起最大的責任嘛 那現在來講的話 就是換人做做看了嘛 因為基本上 鄭文燦也在這個論文案中出局了 所以等於說 真正有可能性的 有實權的 有這個權力的 基本上都出局了 實際上賴清德嘛 那賴清德剛才回歸 強勢回歸 所以你看到賴清德開始有一些改變自己 然後開始跟其他各派系交好 所以說真的 你覺得蘇貞昌不會挺他嗎 蘇貞昌說不定跟賴清德之間 也是個好朋友也不一定啊 只是我們大家看不清楚 假的 外面外行人看不清楚而已 那到底在民進黨內誰是朋友誰是敵人 對 在民進黨內沒有什麼叫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 在政治上來講的話 能夠奪取2024年的大位 那個才是最重要的 因為2024年大家如果不團結的話 那你到時候蘇貞昌 還有包含蘇貞昌蘇系人馬 還有他的女兒 什麼都沒有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2024大家的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奪取那個總統大位 那奪取總統大位來講 蘇貞昌一定要配合啊 不可能說蘇貞昌上去選啊 應該就是賴清德上去選 我在民進黨跑民進黨的時候常常聽到一句話 勝利是無可取代的 所以為了所有東西我都要爭取勝利 所以為了要爭取勝利 我什麼都可以犧牲 什麼都可以放棄 什麼都可以對付嗎 是啊 那蘇貞昌有一個好處說 他的行政歷練 以及他的一個行政方面的一個長產 可以協助賴清德在黨的精細方面 在選舉一作 所以是分進合己的概念 並不是兩個去鬥爭的概念 然後再來呢 反倒是蘇貞昌的做法 可以阻擋賴清德 跟蔡英文中間的這樣的一個直接對沖 或者是直接的 現在來講的話 其實英系 英派人馬沒有什麼太大的實力了 沒有實力 那你其實說真的 你如果這樣算账的話 蘇貞昌也擋掉很多英系人馬 要去佔政府的重要職缺啊 那你怎麼怎樣呢 那你說這樣子 蘇貞昌跟小英之間關係好或不好嗎 其實也不是 他們有自己的判斷能力 所以看起來就是說 其實像陳哲文這些都是外人 因為這個基本上來講的話 跟民進黨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這些只是巴結著民進黨人而已 隨時可丟 隨時可丟的 那真正的問題是 誰能夠主導這個黨 中央黨機器之後 因為他本身來講就是總統候選人 總統候選人就要負成敗 總統候選人就要運用黨的機器 來進行他的浮選 所以今天來講的話 只能這樣子做 因為這樣子的話 才能讓所謂的黨跟總統候選人之間的 那種所謂潤滑劑 還有那個所謂運作機器呢 能夠更加順暢 這樣子的話 才有可能2024年把政權穩定下來 好 董事長 你在講民進黨會有一股心風邪雨的時候 我還不太相信 可是今天周玉寇出來 我很尊敬周玉寇的 周玉寇出手了 周玉寇只要出手一定帶血 周玉寇出手 一定是心風邪雨 他居然怎麼講 他居然講說陳時中害人 而且他把說出來 他說你再惹我叫全統 你不是跟陳時中關係非常好嗎 你不是一直在講我愛陳時中嗎 到底怎麼今天做這個大轉變 這個大轉變 跟整個權力的轉向 跟整個責任的歸屬 跟整個心風邪雨 是有關係的 跳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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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快點跳船 這個船不能呆了 鐵達0號跳船 周玉寇是跳船專家 他一輩子都在跳船 每次都成功 對不對 這一次我看成功機會不太大 因為賴清德是一個比較謹慎 小心的一個人 對這種跳船專家 他可能不太容易 位置不太多 但是他周玉寇是一個先行指標 先行指標 那個跳船的意義非常有意義 陳時中是誰 陳時中背後老闆是誰 誰 陳時中是典型的殷系人 陳時中所有闖的禍 就是今天賴清德要選舉時候 相同一模一樣的背景 因為很簡單 疫苗的問題跟防疫問題 高端的問題 BNT的問題 這通通都是問題 封城30年 周玉寇懂不懂 懂 我們都懂他當然懂 他要跟你講說 我有東西可以抖出來 民進黨現在要勝選 剛剛上巡迴講的我要勝選我要記旗 這個旗就是殷系了 他把民進黨現在把它做一個切割了 所有你講這些問題 黑金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還有疫苗的問題 防疫的問題 所有的這些爛事情 因為古老的 全部往一個人頭上堆 那個人是誰 誰 那個叫蔡英文 他說可以簡單摘張嘛 全部摘張嘛 最後一口爆料 再惹我全都是誰 抖出來 誰惹他啦 台灣誰敢惹他 笑死人啦 你都不敢 我也不敢 誰沒有人敢惹他 我算很兇的 我也不敢 沒有 所以 可是他問題 他要抖出來 什麼意思呢 他告訴你說 賴清德如果你要我抖的話 我就幫你抖啦 你懂嗎 他這個意思跟賴清德喊話 你知道嗎 老娘可以幫你服務 快點清德 趕來趕來趕來 真的嗎 他公開喊話 他要往跳船 那那個跳船 人已經跳出去 對方還沒有接嘛 這樣接好以後 你看他 他就開始 就抖了 抖出來 所以抖不抖不在城市中 是在賴清德 當然是賴清德 他主要是跟賴清德拋面眼 拋面眼 招招手 快點快點 因為我剛剛講過 他幾次跳船都非常成功 你看他從馬英九 跳到民進黨 到菊姐 然後他跳到蔡英文 他每次都成功 他這一次 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跳船 對 他已經聞到味道 但是晚了一個禮拜 什麼叫馬英九 我們已經講了兩個禮拜了 賴清德選 黨主席 我們已經談了兩個禮拜了 他最後在最後 今天在跳船的話 晚了這個節奏稍微慢了一點 可是如果他真的可以幫賴清德 把陳時中砍下去的話 那這個東西當然 你賴清德或新潮流立場的話 這個你不幹白不幹 陰天打孩子 閒著就閒著 就讓你去打打他 你需要寫第一次 不是 但是有料服務就麻煩一點了 所以是下馬的問題 其他不是問題 所以候選 是這樣嗎 我都冷汗直流了 我覺得 我覺得賴清德的時間點 其實還是抓得很好的 大家一直在抓賴清德 到底什麼時候要吹幾節號 他的確還是快了一些嘛對不對 他早上講了 然後下午賴清德就宣布了 我覺得不是跳船 他還是 你說他今天早上 就已經支持賴清德了 對啊 我覺得 我覺得因為民黨從頭到尾你看檢討 從來不檢討 民黨的檢討從來沒有檢討陳時中 陳時中一直都是防疫英雄啊 對不對 包括那時候周一寇的事情 他那時候陳時中也沒跟他接歌 結果今天出來開第一槍的居然是他 對不對 你看民黨誰 你包括高嘉瑜 包括何志偉 哪一個檢討過 誰敢動陳時中啊 對啊 結果來開第一槍的是他 對不對 他不只是跳船 他是開第一槍打第一戰 要立第一攻 就是說你現在的狀況 他現在跟你講說 高端怎麼講清楚 他現在是跟你講說 高端這些講不清楚的 通通算在你陳時中跟蔡英文頭上 這些包袱都是你們要揹 都是你們要扛 這些東西 怎麼擋BNT 怎麼樣子弄高端 都是你家的事 都是你們的事情 這些事情都跟 一刀切割 以後這些事情都跟賴清德無關 賴清德接掌的是一個 乾乾淨淨淨有反省能力的民進黨 他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把所有東西前面這些問題 通通都推給現在的民進黨 他講得很白喔 不管是3加11 不管是BNT的這個疫苗 有沒有被打 高端的採購 不能因為講完選贏了 這些問題就沒有發生 台灣的防疫難道在陳時中 選輸貨就挫敗嗎 這些問題任憑一場選舉結束嗎 你要成立一個辦公室 找專家學者科學證明 把你受到的委屈抹黑寫成一本書或論證 來說明 而不是選輸以後躲起來療傷 否則對不起 防疫團隊 醫護人員 什麼沉澱休息 療傷 聊這麼多 這些大男人真沒出息 就代表 那是你的責任 你的責任 自己拉的屎 自己清 他現在跟你講的 後面那段是跟你講說 不要以為躲起來就沒事了 這些事情通通都要講清楚 不是 仗要算在你的頭上 而且你不要想躲 不要想散說 以為躲起來就 不吭聲就沒事 我要跟你算這筆帳 你再看他前面那段話 他前面那段話 你如果把人民遮起來 那像不像選前藍軍在講的 對不對 什麼三加十一啦 什麼高端球都要講幾乎 那是藍軍的論調 那為什麼是民進黨的論調 而且我只講百分之五十 如果把我惹火了 另外百分之五十 我全部都講出來 陳之洲就像拳擊戰場上 一拳被打趴在地上 爬不起來 笑死人了沒出息 你被打趴了 我要再踹你一腳 I will hang out library 這裡 叫人數字幕 你 ora 還